我想询问一下国家公信力的这个问题 跟我有啥关系啊哥们 我这个主播啊 没有这前段时间你不是对 我们这边的一些时事有看法吗 我有啥看法 你有啥看法 你先说是你的吧 我的看法就是 就等于我的看法好像是感觉 国家基层公信力很严重的被大家说 就这么说 大家好像都 不怎么相信国家基层的这种 你先把你嘴里面的东西先咽一下 说话是别别害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大家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 你认为你以为你觉得 就 你说这个数据是吧 就是比如说你说 普遍认为大家感觉都不太信 大家感觉都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那个可信的地方 这个大家或者是普遍 你这数据是从哪来的 这数据我是没有 但是 就是 那你是如何得出的 你平时你平时跟跟相关部门办事办多少回啊 完了 十回里面有几回让你失望了 我们就以最近的一些时事吧 就之前不是又一起那个来到江西那边 学院不是出出了那个丫头 然后说是鼠头 鼠头 然后呢 那这件事情不就是当时是传出 我想问一下假设说啊 就是就是鼠头 假设说 咱也不用说他后来怎么地了 这跟国家又有啥关系啊 没有 当时是 南昌的 什么 什么 哪个指法部门是说 就送捡了 他当时送捡 学校送捡以后 然后 是 做出曾经说是 押 押 行 就是我 我现在我先问你 道理你可能没听懂 我想问你 清华 清华大学毕业有没有杀人犯 有 那你在跟我讨论啥 就很多容易出现这种类似 不是 我想问你 拿什么去能给你担保一个人 不会办错事 假如他真的错了 他不是一个了 他肯定不是一个了 他是一个指法部门 那是几个人 对啊 他是一个部门 他是 他是一个指法部门 他是一个 指法部门 完了 区域的指法部门 不是 不是 哥们 等会 他是一个指法部门 这个鉴定结果是整个部门出的吗 你看的全程没有 当场 当场是不是有一个人去了 他代表部门是没错的 他确实是代表部门的 这是没错的 去了几个人 他代表的是个部门 也是代表的是一个 国家基层的一个 那你 那这不就有意思 这不就跟你问的吗 好学校不出坏学生 我就在这种事的时候 这种事你只是举个例子 实际上这种事 社会时政新 时政类的新闻 屡见不鲜 我想问你的是 究竟是法律允许他这样说 国家允许他这样说 还是不允许他这样说 他选择做了个坏人 这个基础认知你有没有 咱比如说 就算刚才那个哥们 就刚才那个说半虎狗 那个哥们 就算他说的是真 怎么是国家允许的 这样吗 如果国家允许他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确实应该不仅要问了 你这个合理吗 对吧 都已经法律都摆得 这是不允许的 这是不行的 然后法律是干嘛 每天都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是什么 越过了法律的底线 越过了自己职业 道德操守的底线 如果是一个人 人为的 破坏了规则 破坏了底线 然后你用这个东西 去质疑国家 我想问一下 你究竟是什么 什么态度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姓啥 你姓张 有个姓张的人 在外面当了杀人犯 所以我质疑 你们姓张的人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合理吗 哥们 你的居心是啥 你跟老张家有过节 张老三 把你 把你媳妇抢走了 杀妻 那个杀妇之仇 夺妻之恨 你是谁抢 你跟谁说 你赖人张家 干嘛 对不对 你在你得出 这些结论的时候 感觉公信力 这个那个 哥们 在你得出 这些结论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是怎么 是法律允许他这样吗 还是他的职权 允许他这样 还是他背后的部门 支持他这样 他假设他 出来站出来 他办了错事 那怎么了 后面的人应该是 他们都允许的 他们都默认的 他们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你这来讲是真正的 你现在是三十来岁的人 就活成这个认知 哥们 没有 我是觉得 这种事情在基层 很容易碰到这种事情 你不觉得吗 为啥 因为往上走 你碰不着啊 刷碗越多的人 才会越碰碗 那我先这么问你 我先问这么问你 你把你把嘴 把你那个嘴闭一会 你再仔细听听 我现在这么问你 假如说一个饭店 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问你 谁会打碎最多的碗 老板吗 店长吗 收账 收银吗 传菜吗 还是刷碗的 你不 你那麦克风掉了 把那个麦克风 载回你嘴里头说话 这样 那现在清楚了没有 我现在我先问你 哪个人 一个饭店里面 打碎碗最多的是哪个 顾客 收银的 那个传菜的 店长 经理 刷碗的 切菜 炒菜 厨师 你告诉我 谁会打碎的碗最多 没错 我的看法也是 你回答不了问题吗 你绕什么呀 哥们 这不是说 我现在问你 谁刷摔碎的碗最多 肯定是越急选的 刷摔碎 好那你告诉我 一天 咱们假设说 你告诉我 容错率0% 0容忍吗 家里面 上面可是说 0容忍了 那实际上 我自己心里是知道的 每个老百姓 也都知道 不可能做到0的 总归还是有坏人的 你告诉我 什么样的比例合适 我再跟你说一下 14亿人 他们一天 要经历多少比例 那我们出事的 案件这个比例 有多高 你告诉我 刷碗的平均 一个月摔碎 几个碗 你认为在合理范围内 你不能说一点没有吧 这么多人 哥们 这么多人 你知道他经历什么了 比如说像你一样 你现在连麦了 你说话像个正常人 我知道你经历什么了 丧气之痛 这个什么 双亲双亡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呀 明天你能干出什么事 你能说这些话 谁知道啊 我这不是给你在举例子 你往自己删刃套上啊 你哥们 你咋的有代入感啊 有必要这样的 那我现在 我就给你举这个例子 我能确保明天 你干出什么事吗 你别说你是基层的 你是什么的 我能确保你 你稍微一下 那我先讲一下 你能回答我问题 我就让你讲 你要回答不了的话 我一直就这么问你 对对对 那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按照你的理解 咱随便说数字 刷碗的 一个月摔碎几个碗 你觉得合理 每天12个碗 是不停刷碗的 摔碎 这个怎么去讲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 你从没有合理范围吧 两三个碗 都合理 我是觉得都合理 都合理 比刷碗圆圆 要严苛的多 首先 作为一个这里面的人 我告诉你 就是想去吃这碗饭的人 咱说体制内 公务员 想做这一个人 就是万里挑一 我们的选拔制度 我们对这上面 这个竞争的积累性 不用 我跟你去讲 你自己有说 首先就是万里挑一 挑进来的人 如果发生半件这事 与你相关 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你基本上说 这辈子完了 这口饭 你不用再吃了 你现在告诉我 这个规定行不行 这个规定相当于啥 相当于饭店 老板说 你别说把我碗摔碎了 我招进来的刷碗的 首先要白里挑一的选手 再刷碗的时候 你敢把我碗磕掉个场 你就不用干了 你告诉我 就会抬了 抬吧 为什么刚才被抬了 敏感词 那我们刚才是 是说 我完理问题以后 我可以说话 不是 我刚才总结 你听不听 刚才总结 你的总结 有失偏颇一点 我是这么感觉 偏颇一点 好的 你给我来一个 没事偏颇一点的总结 你说吧 你现实说话 跟他们老AIA 真的你 你说吧 怎么不偏颇 你说什么 可能 那个什么丫头 鼠头 那个事件 有点远 是不是 嗯 他们都在说什么 什么什么 哇哇 哇什么什么 什么鬼 你快说 我是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是想年里卖 我先跟您说一下 我今天是怎么回事 想年里卖 就是有刷到说 上次是 刚才是刷切片的时候 有刷到里 有谈那个 运煤油 然后运 啊 煤油车 然后运 那个书 你看吗 对啊 然后我刚才又去查了一遍 对啊 那个事件是 我是觉得 呃 如果说是国家层面 层级出来 澄清这件事情 或者说国家层面 调查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都会去相信 是吧 那比如说像 基层 像刚才说的那种 县级或者说 区捷那种 级别的 比如说什么 呃 交往部门 或者说什么部门出来 大家好像 普遍来说 好像是很相信 你现实 孤儿 刮母 就你跟你妈俩人 就代表大家 你老代表大家 没有必要 这样子 不是 我不是有没有必要 我真好奇 你老代表大家 干啥 你是啥大家小家的 你现实通讯住 一共连20根没收上 说白了 给他送快递都存上了 你老代表啥大家 谁跟你一个看法 咱就这屋里面 七千来人 你跟 那都个个都低级的 你低级的你博领 你老大家大家 你代表谁是大家 你当我直播间 跟那些刘马拉 都录去的 一张嘴就无形大手 现实低了 私密账号 一张嘴三级 二级用户全是大眼怪 哥们 你是啥 你就大家 你说你自己就玩 你能代表谁呀 这我用什么 私密账号 什么乱七八糟 你又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 你能代表得了谁 这种互联网 是却黑的蟑螂 说你 你能代表谁 你老大家大家 我问你数据 你说没有 完了你张嘴就大家 哥们合理吗 那我是前期 没有去做好 这些调查事 你还有前期 那我只是今晚 对对对 那我只是今晚 心血来的时候 想连你一闪而已 那你去做 做好了我等你 对不对 拿数据 大鸡 去吧 行不行 滚下去 点自己头像 点断开连接 好嘞 拜拜 有着工作 晚上晚上给妈打了电话 你爸不在 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 你切记 别让你妈失望 做个正能量的好孩子 仔细听 你爸不知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